大家好,我是Alvin 那么今天我要分享一下我是怎样洗脚车 在Indoor这边,就在Exactly这个位置这边洗脚车 这个是我上网综合到指示这种方式过后 我就选一种比较懒惰的洗法 我们叫懒惰洗法 好了各位,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有一条抹链的布 第二条抹链的布 还有第三条抹车身的布 然后再加一罐Degreaser 还有... 还有一瓶水 好各位,我现在就准备一块抹链的布 它本来是青色的,在那边黑色了 那我喷上我的Degreaser了 就喷在那边了 首先,喷了Degreaser在布那边 抓住你的链 这样做到 这样做到 因为哦 在室内,骑脚车 因为没有砂 没有石头那些哦 就不会弄到整个车链很肮脏 不用什么用水洗 你知道 就稍微慢慢下巴 因为它最主要的污垢都是 油脂 还有那些灰尘 搅在一起,还有你的汗黏在一起 稍微这样子抹一抹就OK好了 我Degreaser至少会抹三轮这样子 再继续煮两下大力点,走 不用紧的 这些抹手OK哦 这种就是黏黏的油啊 OK 手轮会咬一劲 不用紧 再来另外一个角落头 再喷上顶绿色 给它亮亮 干干净净 我想看它的shining shining为止 除了链要抹之外 你的pulley也要抹一抹 pulley就是这两个持持轮的 这个还有这个 如果你挂那些哦 oh my god look at this 是我接受不了的 同样呢 喷一点的degreaser在这个 这个布那边 OK 然后稍微这样子 夹住它 pulley夹住它 不要碰到手吧 夹出这样子 转 用你的手feel feel它在你的手那边 转来转去 都把它弄去这样子 OK 啊 应该是 罐罐井井井 甚罐井井井 这个pulley之外 还有上面一粒pulley也要弄了 在团队那个角落 来上degreaser 要小心手啊这个 因为我做习惯了 所以我一手一放进去 我感觉就来了 回家二手了 OK 是用你的手指 抹住那个pulley 那齿纹这边 抹住好了 很clean一下哦 哎呦不错 看起来 还有一点点啊 可以接受了这个 OK 那么 最主要是链 然后 这一casset呢 好问题 casset我真的抹不到 还是有各位 大师 有什么 见解 还有什么方式 可以抹这casset的 因为casset attached 给这个trainer 又拆不走好 你不可能叫我 sop它了嘛 sop它了嘛 怕它进水里面坏掉 所以 我这casset到现在 我没有弄过它 我没有抹过它 也没有洗过它 叫我抹 讲抹 这样抹吗 好像又OK哦 不过不过这样子抹 又好像 其实没有发挥 不知道什么作用呢 我抹的是抹链 抹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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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你不在外面 骑脚车 这些地方都很少 contact tone 很脏啦 都很干净了 其实只是这个Utex 没有杀的 所以你可以用布 按摹 要是你去外面 骑脚车的话 我建议是拿进去 冲水的那种 会比较好一点 Degri-SER 千万不要拿一个Mark Frame Mark Frame 就是 完蛋了 Degri-SER 很 应该是说到碱性很强 它最主要是去油 Degri-SER容易去油 它有一种 Chemical compound 是容易分解了油质的 OK 就这样子抹扑 是怎么办 平时我这种State 我看 这是这个洗车法 10分钟好点 OK 另外一条布 这个就是过清水的 OK 把清水放上去 因为最主要是抹掉Degri-SER 这个是 然后一抹下去 就知道是很shining 了 Oh my god So shiny 刚刚抹过Degri-SER的地方 全部都要再用清水布抹一抹一抹 我看到很shining shining 啪啪这样这样 亮亮的 好像星链那样子 要是Cassette可以弄到的话 就更好了 支撑布 OK 我们翻另外一边 抹扑力 也是用手指check住它 用你的手 用你的手 练 另外一边也是check住它 我手很安静 然后一根Degri-SER 帮我 随便帮我洗手 这样子 麦一抹 哎哟 没有耶 哦 哇 山脚啊 山山整整 山光镜亮 我是习惯了 每次洗脚吃 我对搞点最sat的东西先 那个frame frame就不用抹了 搞点这些牙这种黑油的东西先 嗯 OK shining shining 这只卖一卖吧 加一加加一加好不好 OK 完成 所以我们把它封干一下子啦 现在封干一个差不多 两三分钟 那 我们再看看下 那个 这个手指干净了吧 对不对 嗯 acceptable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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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另外样子就是 markframe咧 不要用这盆水啊 因为这盆水咧 我已经 呃 Degri-SER 了啊 这个有那个肥皂啊 所以不要用这个水 我们换一瓶 换一个新水啊 好了各位 那么现在我给你看一下 我的frame有多肮脏啊 全部是汗来的 然后这种叫做 汗来的 哦 当我起了车的时候 我会爆汗的时候 我会整辆了 就是湿完了 这边到这边 包括这边也是 你看全部是汗的 黄积啊 那么markframe咧 我觉得应该有一些人 是用肥皂水mark out 都OK的 都OK的 我已经 我是懒冻嘛 所以我是自己用清水 但是 卖了 我就算了 呵呵 So OK啊 I think 搞点没有啦 就是要上链油 不好啊 OK 那么我之前呢 我一路来的都是 奥多切的 所以我是喷这个的 那么 现在里面这边 你不可能叫我喷的嘛 喷的那满地的油 是不是 就是 So我现在用的是 Wrax OK 那么这个咧 是我上网买的啦 好 看到很多人给留言 讲review是OK 所以我就买了试看咯 结果我用了过后 还不错用咯 这个便宜吧 这个Shopee买到了 那么 又不会弄到很肮脏啦 又不会弄到满地的油 那样子啦 算是非常clean的 OK各位 好的 最终的步骤就是上油 然后开出来是这样子的 黄黄的 这个就是Wax啦 要转出来 还能要护唇钢 知道吗 那么要开始咯 就给它压住了 压住了给它转 然后咧 上面也要放 上面也这样子咯 垫住好了 给它弄 因为这样子看到一狗一狗样子咯 这样子转咧 是油排转 还转到它Balance均匀的啦 其实链咯 最主要的 那个油contact到的地方咧 其实是它关节这边 所以关节 不是它里面的洞口 是关节这边 因为关节要转洞嘛 它被每个齿轮的地方 corner 会转洞 所以你会感觉到它 smooth的原因 就是因为 那个关节那边很smooth ok 那么如何确保烤料油咧 很简单不 一级成功 用我们手指 好 手指一边摸哈 一边戳哈 那这时候你可以feel 你的链多么滑 就这样子一路这样子 摸一摸摸一摸 这样子 不要坏摸哈 如果feel它不够的话再加 啊 给它滑滑 然后背部也是 这边也是弄一弄它 然后 稍微每个均匀掉 最后的步骤就这样子吧 make sure 你的整条链的contact到它这个wax 会感觉到滑滑就OK了 至于旁边 在两边侧面呢要需不需要叻 呃 我就感觉好像没有什么大作用 关节那边最主要是有油的 OK apart center 上光点叻 好的 那么如果大家有什么 更好的建议更好的 室内洗脚这个方式叻 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今天是sharing sharing啊 不是教啊 因为我不是很爱教 sharing大家 sharing一下我的做法 是这样做吧 ok so nice 兵兵十分钟 高典赛 so我的video就到这边了 ok see you bye bye